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活正流行 长者一样有活力 良好的生活习惯 正确的医疗保健 学习健康新观念 活出高龄的智慧 迎接中年新世代 我们的专业采访团队 带您一起进入幸福引发赞 借近日本安养政策 阿公阿嬷在地安老 共同打造引发养生村 长辈逛菜市场提中物 突然心跳加速 瘫软在地 身体发生什么事 一般来讲我们讲的惯性病 那只要冠状痛脉的血管 有明显的狭窄 严重的狭窄 造成它血液循环的不够的时候 就会有惯性病的症状产生 姜是老的辣 73岁的流音车 触动年轻人回乡打造姜麻园 我就是有一个希望 如何把加满远这个兽情 能够繁荣起来 台湾社会正逐渐面临高龄化的问题 老人公寓 日照中心 养护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设立 不过这些单位在成立初期 通常都会遭受到附近居民的反对 如何让我们的长辈在熟悉的地方 在地老化 又可以和当地的居民融合 一块来看看人口老化问题 更加严重的日本是怎么做的 高龄九十一岁的普吉奶奶 从出生成长到结婚 都是生活在东京的东大和市 这里的一草一木 奶奶都很熟悉 老伴过世之后 奶奶一个人在她生活了 大半辈子的房子里独居 出嫁的两个女儿 偶尔会回来看看老妈妈 直到奶奶健康亮起红灯之际 女儿才开始担心妈妈独居的安危 私はその時も腹水が溜まって そしてもう全然意識不明でしたから 全然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けど みんなで見守って数時間を過ごしたそうです そして目を覚まして ここは静かなのねって一言言ったそうなんです それで先生がびっくりして 私は今までずっと見てきたけども 誰も生き返った人はいないし 助からなかったから 私はもう今日で終わりだ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そうしましたら 段々段々段々 記憶も確かになってきて これはね神様から頂いた 和台湾的阿公阿嬤一样 日本的爷爷奶奶 也想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遺养天年 但是在乡村 最常发生的状况 就是孩子们出外打拼工作 留在家里的长辈 生病之後身体狀況大不如前 沒有辦法一個人料理自己的生活 一人獨居 讓人擔憂 就會開始往住家附近 尋找養護機構 離家近不但兒女或是親戚 容易來探望 長辈也因為熟悉感 而對這個機構 產生一種信賴安全的感覺 因此在社區裡頭 這種混合型老人住宅 正好能解決這樣的困擾 這棟建築物就是混合型老人住宅 一樓是日照中心 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 服務需要來這裡被照顧的長輩 每天上課 下課的時間都會有專車 道府接送長輩 服務的車輛也改成方便輪椅組使用的車款 還有專業的照服員隨車照料 二樓以及三樓是失能 失智長輩 二十四小時居住的場所 每個星期還會定期有醫生來訪 照顧阿公阿嬤的健康 像是普京奶奶就在女兒四處打廳 訪室之後加入了這個大家庭 從獨居改成來老人住宅過生活 館長我們發現這個地方一樓是日照中心 二三樓是長輩居住的地方 當初怎麼會有這樣的概念 做這樣子混合式的老人住宅 居住在這裡的長輩 每個人都有一間獨立套房 裡頭佈置的溫馨舒適 他們也希望每一位長輩生活在這裡 就好像是自己的第二個家 一樣舒服自在 基於安全考量 在台灣失能失智者的長輩生活空間 很少會有陽台的設計 但是在日本卻因為不想讓長輩們 有居住感每一個房間都有陽台 可以讓爺爺奶奶們隨時自由地 出去透透氣 住得自在 人自然變得開朗 要能長久生活在這個地方 環境設計自然要多為長輩們做考量 例如洗手台的高度就不是一般固定式的 可以依照當時居住在這個房間的長輩身高 自由調整 而上了年紀的長輩 手指功能也會變得不太靈活 特殊設計的水龍頭開關 即使用手掌或是拳頭也能輕鬆達到目的 不需要用力扭轉 就算是坐輪椅的長輩 所以房間裡也設計了無障礙空間 一個人進出廁所都不是問題 既然是在家裡 當然不會有人限制你的起床時間 以及行動自由 在日本的老人住宅裡 想睡到幾點都可以 興致來了要高歌一曲 就可以到卡拉OK區盡情歡唱 想找人聊天下棋也沒問題 照服員不會刻意集合居民 等到大部分人自己移動到交易廳的時候 他們就會帶著長輩做早操 雖然上了年紀 或許又有些疾病產生 手腳都沒這麼靈活 不過阿嬤們依然不放棄 就算自己坐在輪椅上 明顯看得出行動不便 他們還是會跟著居服員擺動雙手雙腳 就算跟不上節拍也沒關係 從一開始有些排斥不安 住了一陣子之後 普吉奶奶慢慢適應新生活 甚至越住越開心 有些人在家裡 家裡住在這裡 こんなに幸せな思い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一人でしょ で、ご飯も作らなくちゃなりませんし そして夜は一人で もし入り穴が開いたらどうしようとか 誰にも電話もできませんしね 大変でしたけど ここはいつも夜中も見回って 二回も見回ってくださるんです そしてね、見回ってくださって そして昼間でも看護婦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し お医者さんもずっとしょっちゅう来てくださいますので 私は本当にここに恵まれて おかみさまに感謝してます はい、はいこそ はい 有別於台湾的照顧安排 日本機構通常不會改變 長輩平常的生活習慣 在日本 吃飯的時候就是習慣一道菜 放在一個碗盤裡頭 在家裡這樣做 來到機構也一樣 但是在台灣的養護機構 可能是所有的菜放在一個餐盤裡 而且工作人員在長輩用餐時 不會一直在旁邊巡視 只要長輩手部功能還行 照服員都不會餵食 而是讓長輩們自己慢慢吃 平常也會教導阿公阿嬤 一些咀嚼的口部運動 避免功能退化 我們剛才樓上有看到很多長輩 即使她的身體不是這麼的方便 還是自己吃飯 然後自己出來活動 這是不是也是這個地方的特色 這裡是日本的日照中心和台灣的日照中心一樣 長輩們在早上八九點就會陸續抵達 為了讓阿公阿嬤們一整天的生活不無聊 也安排了許多的團體課程 不過和台灣的日照中心不同 長輩們在這裡不必按表操課 可以隨心所欲自由安排活動 在日照中心通常都會排定上課時間 幾點鐘該做什麼事情一目了然 大家按表操課 不但可以學習新事物 一整天待在這兒都不會覺得無聊 雖然表定課程現在是口語訓練時間 但是這兩位奶奶一位堅持做手工藝 一位想要繼續完成她的縫紉工作 他們也不需要停下手邊的事情 參與團體課程 等到自己的工作忙一段落 隨時都可以加入 在日照中心消磨一整天 長輩回到家除了跟家人聊聊天 分享今天的心得之外 也差不多到了休息的時間囉 日照中心還有專業沐浴設備 讓阿公阿嬤回家之前 可以先在這裡洗個舒舒服服的澡 這邊是日照中心長輩洗澡的地方 那麼這兩間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浴槽有兩種 特殊浴槽和一般浴槽 特殊浴槽是 身體不順的人們 我們都會帶來進浴的浴槽 另外一方面是 這裡是 我們都會帶來進浴槽 一起進入浴槽 進入浴槽 這裡是特殊浴槽 身體功能健全的長輩 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是想要沐浴 或是悠閒的泡個澡 一旁都有專人看顧 避免發生意外 坐輪椅 行動不便的長輩 就由照伏人員 利用輔具來幫忙 在台灣 許多長輩或許因為行動不便 喪失每天洗澡的機會 這樣的服務 省去了長輩們回家之後的沐浴時間 家裡也不必安排人力 替年賣的父母洗澡 同時阿公阿嬤也能在專業人員的 監督操作下 享受洗澎澎的樂趣 十年前 這個混合型老人住宅尚未興建 這片土地原本是一座高爾夫球場 當初要改建成老人住宅 還曾經遭到附近民眾的反對 這樣的服務真的可以造福 當地很多的長輩 不過在十幾年前要興建的時候 是不是也遇到一些反彈的聲浪 這裏是十年前的 十年前 還在日本 老人家裡進入 老人家裡的印象 所以確實有反對 經過半年的溝通協調 終於和居民取得共識 讓住戶點頭同意的原因 竟然是因為一個共同的活動空間 所以經過了半年 跟居民不斷的協商 最後是怎麼樣來解決 這裡是養護機構的食堂 不過為了拉近和附近居民的關係 餐廳平常是有對外營業的 民眾可以自由進出 享用美味的料理 甚至還會定期舉辦音樂活動 讓住在機構裡的住戶 還有鄰居們可以一起同樂 上了年紀的長輩 對唱歌總是有極大的興趣 這一天老人住宅 特地找來深受 長輩們喜愛的鋼琴老師 帶著阿公阿嬤唱歌搖 館長告訴我們 許多阿嬤都是老師的忠實粉絲 表演還沒開始 一個小時前 阿嬤就早早來餐廳站位 只要是從社區的公布欄 得知餐廳有活動 附近的住戶都很捧場 悠揚的情聲回蕩在整個餐廳裡頭 大家一手接一手 沉浸在美妙的音樂世界裡 館內住民 日照中心的長輩 附近住戶 大家打破了機構的隔閡 一起享受音樂帶來的樂趣 這樣的一個對外開放空間 能減少長輩覺得自己入住機構 就是被隔離限制的刻板印象 也讓一般民眾多了一個休閒好去處 這種自由開放的經營型態 成功地讓機構裡的長輩 不至於和社會脫節 仍能繼續和社區融合 敞開大門 讓住在機構的長輩 能和社區居民更親近 在地老化的樂齡人生 也更加豐富 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日本的日照中心 還有養護機構 都鼓勵長輩 只要自己還有能力就要動 並且採取的都是一種 開放式的照顧政策 反觀在台灣 只要家中有長輩出現了 失能的狀況 通常都會有外勞 或者是居家服務員 幫他做好所有的工作 這也讓失能的情況日益嚴重 現在長輩的生活就是將來我們的所以 什麼樣的方式才是最恰當的 值得你我好好深思 上市場買菜買水果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一天當你發現 提了一點點中午 就覺得會喘或是心跳異常 這時候要小心 不一定是年紀大體力衰退所造成的 又恐怕是健康方面的問題 其實麗青姐姐就是我們 以前黃梅調有一部電影叫做七仙女 那個黃梅調都要幕後主唱 那這個時候 我麗青姐姐就當幕後主唱者 是 那今天要帶來什麼好聽的歌 我首先帶來一首 《相思和伴》 來 我們先來聽 《相思和伴》 謝謝 陳麗青今年71歲 在1960年代 她就已經是國內外知名的藝人 當時流行黃梅調的電影 幕後主唱的代表人物就是陳麗青 陳麗青隨著年紀漸長 也逐漸淡出歌壇 平常的樂趣就是滑手機找朋友聊天 一直到有一天她出門買東西 提著重物回家時 才驚覺到身體出了狀況 我剛剛開始 只是覺得心臟跳得好像 沒有跟以前一樣的正常 有時候 慢的時候就會好像 那個氣弱油絲一樣 這樣 然後偶爾就會這樣 不懂不懂 就是跳得很不規則 直到有一天 我去 在那個新店站 聽說有個雜雞很好吃 我吃了一塊雜雞 然後去買了一些日用品 因為我住在山上 所以我們公車只到山下 那我走到一段路 那個坡很陡 而且是夏天 結果走到一半 我心臟突然 咚咚 咚咚 很大聲 連自己都可以聽到 我覺得還好像 不怎麼孩子很害怕 我就繼續走 走到我們下面管理員那邊 那有個提酒我就坐下來 那管理員 我就好像 嗚著心臟 就好像 頭抬不起來 我們管理員就怎麼了 我說我心臟跳很快 他就幫我打一九 為了了解老人家提著重物 爬坡走路會心跳異常 攤坐在地上的原因 我們來到台北慈濟醫院 拜訪心臟內科的詹氏容醫師 尋求解答 醫師我們那個老人家 體力比較差是一定的 可是有的時候 他在稍微爬點坡 或是提一個重物 就覺得很喘 有時候還甚至胸悶啊 覺得都快要暈過去 這樣正常嗎 在老人來講 他的飲飞功能 雖然比一般的人還要退化 但是也不至於說 在平常的日常活動 功能都會整個都喪失 讓他活動喘這麼厲害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評估 心跟肺的功能 有沒有什麼異常 那當然老人家 還是會先考慮到 心臟方面的問題 是 那心臟有可能 什麼樣的疾病 是像類似這樣的症狀 心臟疾病的範疇 蠻廣泛的 然後那就是 各種可能的原因 都會讓心臟功能 稍微有點變化 其實最常見的 還是一般來講 我們講的慣性病 就是 冠狀動脈心臟的疾病 那簡單講 慣性病就是說 一般人 我們供應心臟 整個養分的血管 是冠狀動脈血管 那只要 冠狀動脈血管 有明顯的狹窄 嚴重的狹窄 造成他血液循環 不夠的時候 就會有 慣性病的症狀產生 那像活動喘 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其實是跟 血管的健康度有關係 那什麼樣的人 可能會是 這個慣性病 比較容易發生在他身上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血管 我們的動脈呢 它本身它會有一個 老化的過程 那當然 老化的過程我們 也有 簡單講有一種叫做 冠狀動脈周障 硬化的一個變化 那每個人的變化可能 根據他有沒有一些危險因子 變化的速度不太一樣 那老化是 年紀當然是一個影響的 重要的因素 那其他的危險因子的話 就包含了 有沒有抽菸 本身有沒有高血壓沒有控制 或者說有沒有糖尿病 或者是說有沒有高膽固醇血症 或者說有沒有一些家族史 就是說很年輕型 家裡就有心肌梗塞的病患的病史 那另外來講一些長期的壓力 造成的一些體內的一些 身體的一些荷爾蒙的不平衡 這都有可能會讓心血管的 惡化變快 陳立青自己獨居 平常就只有兩隻貓陪他 罹患冠心病後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們 怕他自己如果有個萬一 這兩隻貓怎麼辦 奶奶不能比你先死 比你死的話 先生你就沒人養了 可憐了 陳立青確認自己罹患冠心病之後 每天遵照醫主按時服藥 直到2010年冠心病惡化 嚴重到醫生建議他要做 心導管手術治療 知道有心臟病開始 本來沒有什麼在意 因為我一向比較不信邪 認為自己身體很好 但是醫生有給我開長期的藥 我有注意 我有在吃 結果我就有一次 我就很嚴重很嚴重 聽跳得很嚴重 醫生說你要住院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的 他就要先叫我背一天的機器 我就背了 他看了結果他說 他說我要做心導管 他說看看 他說評估一下 如果心導管 沒有辦法做的話 你就要裝支架 2010年陳立青接受了醫生的建議 做了心導管手術 整個治療過程讓他印象十分深刻 那牆上掛了很大一個圖 可以看得見就是說 我的血管有支架在裡面 有東西在裡面 有血管那個東西 攝影機在裡面 好像穿穿穿穿穿 我想沒有打麻腰一定會很痛的 因為一個東西在 在你血管裡面 跑來一定很痛 那時候覺得 滿害怕的 後來 後來做完以後 醫生說 那個醫生很好 你一邊做他一邊跟你聊天 醫生說 我現在跟你做了那個血管的清理 還有就是說 就是攝影裡面 現在一切還不錯 還很正常 我給你做了一點處理 那然後我給你開藥 你要照那個藥吃 你這種情況可以維持 他說 你如果 好在你平常有注意保養 注意吃藥 很定時吃藥 不然的話 搞不好你要有裝支架 那所以說呢 你這五年 維持得很好的話 就很好 一般來講老人家 如果有這個 冠心病方面的問題的話 是 我們在治療上 會做什麼樣的取治呢 一般來講 基本上的藥物治療 不管是慢性 或是急性的冠心病 它的藥物治療 都包含了幾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 抗血小版的藥物 我們一般來常用的 抗血小版就是 所謂的R4P0 它的目的是 避免血管狹窄之後 它的血栓造成血管 更厲害的狹窄 那 除了R4P0以外 我們通常會給病患的藥物 就是 以心離脂阻斷劑 然後讓心臟不要 接受太多的符合刺激 造成血管阻塞的狀況 被放大 被更的明顯 那另外有一些抗心腳痛的藥物 就是一些硝酸眼類的藥物 能夠讓血管擴張 讓心腳痛的症狀能夠改善 那如果說 病患的狀況在藥物的治療 還是沒有辦法改善它的症狀 甚至它心臟功能還在持續的惡化 那我們就要考慮的進一步的檢查 就是所謂的心導管的檢查 那簡單講心導管其實它是 冠狀動脈的血管攝影 那我們看一下簡單的模型 就是說 一般來講我們的心臟上面 會有三條比較主要的冠狀動脈 那在右邊有一條冠狀動脈 左邊呢會有一個左主幹 再分成前降肢跟側面的迴旋肢 冠狀動脈的血管 狹窄到超過50%的時候 我們會說它這個冠狀動脈 是有一個有意義的狹窄 那什麼時候要做一些治療 包含氣球擴張 甚至放置架 我們會評估當血管的狹窄 大於70%的時候 學術上統計 它這個血流量會影響到病人的症狀 跟心臟的心肌的一些缺氧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給病患做氣球擴張或放置架 血管有阻塞 我們用物理性的方式幫它暢通 就是用氣球導線穿過病罩 然後用氣球幫它擴張 讓擴張之後看血管狹窄的地方呢 是不是能夠改善 所以比較新的觀念 通常就是在氣球過張之後 如果殘餘的狹窄還是有一定的程度 我們就會幫病患放指甲 做完心導管手術的陳立青 平常飲食也開始注意 而且每個星期也會約老朋友唱歌聚會 就是要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充實有趣 我覺得唱歌可以紓壓自己的心情 解放壓力是最好的事情 因為你一唱歌 你光曉得下雨要怎麼唱 要唱得怎麼好聽 你就不會去想那些煩惱的事情 那我奉勸各位朋友 沒事你不管去哪裡 多開口多講話多唱歌 實際心情保持得很好 愛唱歌的陳立青 除了跟朋友聚會唱歌之外 也參加台灣優質生命協會擔任志工 不定期會到安養院唱歌給老人家聽 這70歲以上的 所以說我們就去老人院 我們老人去為了老人 那我們唱歌他們很高興 他們看到我們唱 譬如說有時候聽到我放黃不掉 會唱很久以前的歌 會哭耶 喚起他的回憶 真的會哭耶 可是他們一哭 我們覺得深層感受 熱愛歌唱 讓陳立青可以走出自己的小套房 跟老朋友聚會聊天 也走進了安養院 唱歌娛樂老人家們 當然最重要的是 每天按時服藥 改變不良生活習慣 才能夠讓自己和冠心病共存 一個人在家 講真的 我除了兩隻貓以外 說真的老人的生活是很孤單的 因為你現在也不用 沒辦法出去賺錢 就一個人在家裡面 出去一個套房 下來就是地板 上去就是床鋪 所以說朋友都說叫我 不要常常待在家裡面 常常待在家裡面說 我身體又不是很好 我看起來好像很好 可是我有這個隱藏的疾病 就是心臟病 你看不出來的 你說發他就發了 所以說我必須要找自己的熱活 唱唱歌啊 有時候到台北地下火車站去逛逛啊 所以就是說對冠心病的病人來講 這個預防血管在阻塞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他們在術後 比方說經過治療之後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日常生活上 應該是說 要回歸原來 它造成他會冠心病的一些危險因子 當然年齡的部分 就沒有辦法做避免 那就要看說他有沒有一些 我們剛剛提到的有沒有戒嚴 然後有沒有血壓有沒有控制好 血糖有沒有控制好 膽固醇有沒有控制在一個正常的範圍 就是重點還是三高 那另外來講可能還是會建議病患 有一個適度的運動的習慣 我們簡單講有所謂三三三 就是說每週至少三次 每次至少三十分鐘 那這些運動其實來講 就是說一定能力的運動 讓心肺功能比較穩定 也可以降低之後再發生冠心病的機會 那對於我們一般的民眾 如果我們要互心保養怎麼辦呢 降低你可能得到危險因子的機會 就是降低你可能學膽固 就是血脂肪啊膽固醇偏高 那定期的量血壓 那當然成人就是四十歲以上 有一些定期的健康檢查的項目可以利用 當然也就是驗一些三高的項目 然後注意一下自己的腰圍 腰圍有沒有男生有沒有超過九十 女生有沒有超過八十 有沒有一些代謝症候群初期的狀況 這個都可以降低你可能發作的機會 今天你碰到了 你必須要一個人獨處 必須要一個人生活 所以你必須要會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就希望就是說一些獨居老人 能夠培養自己的興趣 比如說唱歌啊 體力夠的話去爬山啊 高興去下棋啊 反正你有你自己的活力 不要一天到晚 把自己進入一個小的小的臥室裡面 因為人喔 在一個地方待久了悶 會都悶出病來 所以我建議多多出去交交朋友 哪怕就是現在有一日遊啊 你進去允許的話 一日遊常常參加 進去不允許的話 就去走走健康步道也可以啊 那朋友如果說你喜歡唱歌的話 現在外面唱歌也很便宜嘛 你可以從中午啊 待到晚上九點鐘 我說這是最低的消費啦 而且唱歌能夠使心肺 對活量很大 所以我每當我去唱歌的時候 人家說大姐你身體還很好嗎 我說怎麼會我有心臟病啊 他說可是你心臟病是心臟病 可是你沒有犯的時候 你覺得你好像很健康 健康寶寶 我說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說你氣足 氣足表示一個人的身體好 所以我勸各位 沒有事一定要動 哪怕你在家懶得懂出去嘛 出去找朋友聊天嘛散步嘛 現在那個你看 台北地下街很多地方 都可以散步啊 夏天有冷氣啊 冬天可以避風擋雨啊 都很好啊 唱歌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因為你可以唱得很大聲 也可以唱得很悠遠 也可以很激動 又可以很深情 在歌聲當中 人是沒有病痛 也沒有憂愁的 所以陳立青大姐 就用她的唱歌 來當作生活的樂趣 擺脫了疾病的困擾 也活出了人生的自在 為於苗栗縣大湖鄉 有一個生產江文明的江麻原 每到假日人潮落意不絕 從一塊默默無名的農地 變成現在深受大家喜愛的 江麻原觀光休閒園區 全靠當地居民十多年來的努力 而帶領著他們一步步邁向成功的 正是今年七十三歲的劉瑩科 今天的樂靈人生 我們就要帶您進入江麻原的世界 明正苗玉山林縣 來到大湖與三義交接的貫道山 從深邀往上海達六百到八百公尺處 有一個美麗的江麻原社區 這是一個只有兩百多人的小社區 在兩百年前 這裡因為土質氣候失疑 種出的江特別肥美 居民因而大量種植 住在這兒的居民 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客家人稱生江為江麻 因而這兒的地名稱為江麻原 現在的江麻原生態資源豐富 地方經濟活絡 但這些都是社區居民 歷經十多年的努力才得到的成果 而劉盈科正式讓江麻原社區 走向團結與夢想的靈魂人物 蘋果九十一年劉盈科號召成立了江麻原社區發展協會 蘋果九十一年劉盈科號召成立了江麻原社區發展協會 讓協會成為凝聚共識的平台 因為生江的植物特性一次採收之後 土地必須要等五年後才能再種植 當農地不種江時農民則改種桃李 回憶過去1970年代 種植生江或是桃李收入都很微薄 於是年輕人紛紛往都市出走 留下的除了土地就是老人 因為我是從在這邊出生長大 陪伴這塊土地的成長 那時候年輕人都是往都市去發展 這個祖先留下的土地沒有人經營 沒有人工作任期還會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就是有一個希望 如何把江麻原這個壽棋能夠繁榮起來 年輕人才可以回流 他的銀法歲域中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希望中部民眾有個優美的油氣地點 不過這個夢想他可容易 雖然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 但是劉盈科每天的行程還是相當忙碌 歡呼地方發展的大小事 常常讓他四處奔波 早早早早早早早 你好 想來請教一下 他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 就說這個人雖然老 你說老嘛 他心不老 心不老 他不管你刮風下雨 颱風也好 他第一個就先跑到公務門來 找我們公務單位去把這個道路的親屬 自己的生命財產擺在一邊 所以說是值得我們年輕人 效仿的一個長者 劉盈科打造江馬園成為中部陽明山的夢想 讓一同創立協會的圖照容非常贊同 他認為江馬園擁有特色農產 即視野遼闊的地理特點 壯麗的雲海景色以及美麗的林象優勢具備 只是缺乏整體規劃與資源整合 我們江馬園的中部的陽明山的話 基本上就是氣候非常的適宜 還有景觀也很漂亮 還有四季可以採果 陽明山有讓人家採果嗎 好像沒有吧 我們只是沒有溫泉而已吧 我們這個江馬園壽棋公園 步道很多像蜘蛛網一樣 都是原始四年 像那個張樹七八十年 甚至搭了一百年 那再不久就成為一個神木 很有價值的一個植樹 那還有種一些蕭南 蕭南是現在比較高經濟的這個樹種 這個而且它的樹的形狀很漂亮 像一個聖誕樹一樣 那我們從這個蕭南樹裡面鋪的這個步道 他們很多說布樹西頭公園 這個又清潔又漂亮 又在森林裡面建這個步道 走起路來特別舒服 我們江馬園從民國七十三年 就發展觀看狗園 到民國八十年的時候 因為觀看狗園越來越多 用水量也越來越大 就是冬天的時候 因為水源不窮 所以我們就 受期的居民共同找水源 就找到我們江馬園 這個中間這一段 這個水源比較充足這個地方 我們就申請政府的經費 來做這個吸水池還有水管的壽司 將近有二十多戶的人家 就可以解決這個鹽水的困難 這段期間 雲科正為社區缺水而苦惱 二十年前 江馬園為了因應開放觀光果園 帶來的人潮 做了五十噸的吸水池 但現在已經不服使用了 原本協會想申請自來管線 但卻因為海拔高 管線架設費用需耗資千萬 所以大家決定 以挖井的方式尋找水源 我們選擇好幾個地方 因為有的是地目不服 後來我們發現這一塊 本來就是有一些吸水 那我們認為說 打盛下去一定是有水 這個土地是聖弘宮 所以我們協會說服聖弘宮 那聖弘宮也願意提出這塊土地 來打井來使用 上面那個也要 一種那個石頭啊 康哥 你在上面 為了將社區營造成 優質美麗的空間 柳英科還會帶領工作人員 定期清潔社區公園 並隨時維護步道 曾經有遊客反映 童話步道有些陡 大家立刻帶著超高效率 一起為改良步道而努力 除了改善步道 柳英科也會帶著大家 在路旁整地 未來這裡要種植紫色荒木 擺上椅子 讓遊客可以感受到 在地的紫色浪漫 集會是主導 它協助我們辦一些的 活銷生活 對 綽號小黑的張雅如 大學剛畢業 就來到江馬園 在大城市長大的他 原本不習慣鄉下生活 但卻在柳英科家人般照顧下 一待就是五年 現在這裡已經是他第二個家 不習慣 就是這裡什麼東西都沒有 台北很繁華 這裡什麼都沒有 連網路都只有兩妹吧我想 對 其實我也以為就是很閒 就覺得山上沒什麼事 你知道好山好水好無聊 然後就以為就工作很輕鬆 結果沒想到就是 早上很早就需要 去到山上去批那個桃子 然後六點多就會被敲門說 欸小黑該起床囉 阿爸就會 就會跟我講說 欸差不多該起床囉 我們 申請起警戒頭 他給我們就是警察 五年多來 小黑也見證了劉英科 為社區不斷的付出 這個借齡退休 卻為了社區變貌 不斷努力的引發長輩 對小黑有許多的人生 那種就是對人的付出 還有不求回報的這一塊 我覺得是蠻厲害的 像薑麻節我們都要使用到 薑做一個吉祥物的東西 那他就常常可能說 欸我今年捐兩千斤的薑 那他是他自己辛辛苦種薑 那他是捐給協會 因為種薑其實是非常上地氣的 像說你種一年 可能那一塊地要修四到七年 所以你就種那一年的薑 可能是一般人四到七年 應該要生活的生活費 他就這樣把它捐出來的 對然後包含就是家裡 他如果有就是有貨車 他就也是免費提供給 一個協會使用 那包含工具啦 包含出草機啦 之前剛開始協會很窮 都沒有經費的時候 都是這個樣處理的 所以他們會希望說 就會把社區的年輕人找回來 所以在這個目標當下呢 他已經做到的時候 他就開始想下一個目標 所以他就會很努力很認真的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包含現在年輕人回來 他又開始想說 是不是讓大家都能知道 就是聽到大火 而不是想要草莓 而是江馬園這樣子 不要走路不要走得太快 我們邊走邊休息 那就不會累 而為了打造江馬園 成為中部陽明山的夢想 柳英科也不斷上課 充實自己在經營管理 以及導覽的各種知識 希望能夠在促進社區發展的工作上 有所幫助 現在每到假日 整潮過意不絕 處處洋溢著生氣與歡笑 年輕的嫩家們知道 這些都是來自老江長輩們的辛苦 那你們要上洗手間 兩邊都有 前一輩的有幫我們去鋪了一段路 因為這一段路其實讓我們輕鬆很多 我國中的時候吧 人家說你做什麼工作 就說我覺得很不好意思的講 其實我們家是做農的 但我現在很驕傲的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們家是做農的 對 而且我過得比任何人都還幸福 其實我在他們兩個人 就是長輩的身上是看到他們說 他們在為這個社區 在做這個犧牲奉獻的時候 他們是無怨無悔的 所以我們這一塊 從來沒有種過 沒有種過 你看種起的薑 非常的飽滿 非常的大顆 那現在 它又會繼續長嫩漿 漫漿它又會慢慢的長大 長大之後又是變老漿 所以現在我們江麻原 永遠 永遠 老漿帶著嫩漿成功打造了 江麻原觀光休閒文化園區 不但讓年輕人認同這片土地 願意留在家鄉發展 也成功地完成了三代同堂的夢想 劉雲科說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 親情是人類最珍貴的資產 這也是推動它不斷前進的最重要力量 時間過得非常快 又到了說再見的時候了 幸福影法在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